如果以后做慈善和服务行业 如何能做到更好的去服务众生 还是去了解人事务之后再去服务众生 请郭勒斯加 你现在如果没有扎根的话 你是用你的过去的观念之间习性在运作 你以为这样很好 以为已经很好 但是你不知道 还是用过去的观念之间习性在运作 运作到后面会积累产生很多的大问题出来 你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这个就好像 我是早日把这个眼睛的眼疾治疗好再去服务 还是说我现在就要赶快急着去服务 这样了解吗 如果眼睛有疾病 会形成弱势或是像那个接近看不到的情况 这是个比喻 人没有开启智慧眼 就像这样的情况 是要好好地扎根先学到智慧 如果你有这种慈悲心想要去帮助别人 很好 问题是 先帮助自己 先帮助自己 你想结婚 好 先好 先爱自己 你要先懂得爱自己 你才会懂得爱对方 而不是自己不对自己负责 然后找一个人来为你负责 你说你爱对方 事实上你是去找一个人来对你负责 这个是不负责任的 而且这种情况 如果你没有突破 没有成长上来的话 你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 就算有幸福来 也很快被浪费掉 被浪费掉 所以现在重点是 你怎么样勉励自己 要早日学到智慧 不是急着 赶快要去做什么 赶快要去做什么 你可以边学边做 边学边做 但是这个做的范围也是一样 就好像医学院的学生 他要先认真学习 学习了之后 利用课语寒暑假再去实习 然后几年的理论基础学好 再就是要学习实物 临床的实物 要把理论跟实物做结合 到有一天能够成为正式合格的医师 那时候才正式踏上 为百姓服务的真正服务的阶段 但是不是说 我有医师资格了 那我可以服务了 就这样 以为这样 以为这样就够了 不是啊 还是一样 那时候是 边行医 自己还是一样 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成长 在职教育 前面还没有取得医师资格之前 是以学习为主 服务是一种实习 是在实习 把理论跟实物逐渐做结合 然后后面有正式取得医生资格之后 再下一个阶段是以服务为主 但是还是一样 不忘学习 你要这样 你的生命才会不断的成长 当你真正生命成长 你的智慧成绩逐渐提升 你能够服务的品质 值跟量 也都不断在提升 这样知道 ok 好 谢谢郭老师 所以不要急着就要去服务 如果急着去服务 你没有学到智慧 那是草包一个 我不是说光说你 好